杨颖走替台跌倒 跑男成员却责怪陈克 这就是专业模特 各位看官下午好啊 又到了小编BBB八卦娱乐的时间了 各位看官准备好了吗 工作了一天 眼睛绕适当的放松哟 小编此时的八卦娱乐分享给大家 说到杨颖 在跑男中被网友吐槽到怀疑人生 在接下来小编要说的事情中 也是和其有关 不过这次却是陈鹤被骂 杨颖在节目中走踢台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了 结果众人却把责任 挂在了陈鹤的头上 什么情况 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说到近年来的明星真人秀综艺节目 跑男和向往的生活 极限挑战这三档节目 可以说得上是很火的节目了 从第一季播出到现在也已经圈了不少的铁粉 跑男这档节目 从刚开播的时候就洗粉无数 王宝强和王祖兰的加盟 让这档节目的笑点更加的有料 AB可以说得上是在这档节目中走红了 之前是仅仅有黄晓明女友的明星 在这档节目后 凭借着颜值和高情商 确实是圈了少的粉丝 至今为止这档节目 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六季 每一季的欢声笑语都铭记于心 这是一个团队 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候 更是让人激动 在王宝强走后 陆续也迎来了包贝尔 但是也走了 陆寒成为了新的成员 但是却不是搞笑的担当 说到搞笑担当就要说到陈鹤 每次的梗都不一样 虽然在生活上有乌痕 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很有梗的喜剧小王子 在节目中也很是照顾女嘉宾 李沁对他更是赞不绝口 此次在节目却因为一件事情 被跑男团成员集体责怪 罪魁祸首是杨颖 此次跑男在节目中的表现很是卖地 陈鹤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 刷新了网友对他的认知 一直知道跑男中最强大脑是他 但是却不曾想过发挥的如此初次 让人印象深刻 陈鹤和杨颖的关系很好 两人还在一起合作过微爱 电影中的两人也很有默契 因此还被网友开发 两人关系不同寻常 其实都是网上的舆论 不难看出两人的关系是好朋友的那种 对baby也是照顾有加 此次节目中有baby走T台的环节 因为baby的裙子太长 陈鹤想要上去去帮助一把 结果碰到baby就已经摔倒 这让跑男团的成员把所有的目光聚集到了陈鹤的身上 纷纷则怪 陈鹤的表情也是很迷啊 这也能怪我 哈哈 陈鹤此时的内心应该是 什么鬼 我冤枉啊 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是baby网友 陈鹤又不是故意的 我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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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